就必須用AND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AND的部分呢 比如說我需要兩個條件 銷量在這裡 銷售量大於20 且要必須大於8萬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是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就是優 反之就是裂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也是一樣 if 確定 確定之後呢 邏輯是怎麼樣 邏輯兩個 你看起來有兩個怎麼做 AND 前面有沒有 點一下 AND 好 確定 這個條件 我大於 那第二個條件 炸魚 8萬 確定 那還沒做完 確定 回到if 插入函數 如果 true的話呢 優 列 OK 好 這樣的話 確定 好 結果 通通出來了 好 試試看 if跟and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